我们收到仪器之后,就是主机一个,还有我们扶手架子转动架,还有一个我们的输出头 然后有三个手柄线,还有这个是我们的复级夹子线 这个是我们的应急开关线,这两个是数据线,还有贴片,复级片还有三个贴片 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插卡 然后现在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倒地怎么安装,现在我们先拿出来 然后这样是,这边是装到这上面去,打螺丝,这个螺丝 对,这样卡到这个螺丝位,先上上面那个螺丝 然后,这个 zapy,这边有什么,叫做一下 第二条,不要拿到这一套 对,到底是要有什么 然后,你怎么知道这个一套 肯定不差 嗯,你怎么知道 嗯,这就是这样来说, servant,他怎么知道 嗯,挺不错 嗯,然后,你怎么知道 对 我们用螺丝刀把四个螺丝固定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支架的时候 我们要掰到相应的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拧紧这个 这个要用力拧紧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是这个是挂架放朝下的 这个也是要稍微拧紧一点 然后现在我们装这个缩头 缩头这边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 卡到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安装这个数据线 它这个有两组数据线 一个是14星的 一个是12星的 这个12星的 这个14星的 然后12星的是装上面 对着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是插口12星的 就是有标签的在上面 对着我们这个卡位 这个凸出来的 下面两个凸出来的 这个朝上 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对应的是 我们插的 是下面的是对应的是这个 12星的 上面对应的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线是14星的 也是一样的 这个对应的是下面 这个卡位卡卡情形 然后下面是插的是14星的 是插的下面这个 最下面这个 然后到我们那个复制线 这复制线 这复制线 复制线的 数据线插的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哦 不是 最上面这个位置 插这个位置的 然后线我们就放在这里 还有我们这个硬机开关的 是黑色插到这里 卡着卡紧这个这个位 就是对对应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到我们那个手柄输入线 就我们有有字母L 然后对应的这个是L 第一个是L 对应是这个 也是挂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到我们这个两个R 就是我们脸颊的 两个R 脸颊是不分 不分左右的 就是 就是 呃 一样的 都是R 对应的 是这个R 挂到上面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也是一样的 这个R路 对 我们这个 这个上面是R路 就是 也是这个凸起来 这个对准这个 这个 卡位就卡紧就可以了 以后呢 就到我们这个 呃 手柄输入线 夹那个贴片 他也是分分那个脸部跟额头 就这个 这个R是我们脸颊嘛 就是这样 从这边 从这边朝上 然后卡到位 哎 这个有点难卡 啊 对 就卡到这边上 正好 嗯 压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那个 屏幕会识别 你压进去之后 识别 屏幕会显示 呃 相应的部位 会显示颜色会变 变绿的 到时候 屏幕给你看一下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 哦 这个是额头的 R 是额头的 好 还有我们这个附级片 附级片 就像 这样插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这个电源开关 啊 这样是关 啊 这样是开 这个是我们插卡的地方 我就知道 就是这个芯片向上 然后这样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按开始 呃 我们先给客户把这腹肌贴 贴上 贴到一般贴到背部就可以了 贴这个位置 看 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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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眼睛 然后就是做 先贴额头的 就把这个 我们这上面有一层这个 铁片的丝一样 贴到额头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 脸部等于是把这个这样撕掉 这样这个这个缺口对见嘴角的位置是可以的 再点一下 嗯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设置 我们就点操作 嗯 正常我们按这个开始 会 客户要按一下这个 急停开关 然后按一下 看在客户里 拿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正常点就可以了 嗯 就根据客户接受程度 我们去调节这个能量 正常调版30% 嗯 上升 按一下 20%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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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40% 那就可以了 这样有超多20% 嗯 嗯 能接受过 根据客户的反承受能力慢慢的把能量往上加 然后还可以加这个能接受的话就给他加 每每五格一加 每五档一加 现在呢 嗯 现在可以吧 可以 这条考点 调到五 现在要跟你调到50能量有没有强一点 强 强一点的 还能接受吗 能接受 还可以加的话 可以 就这样根据客户的能量 能收能力慢慢的往上加 五档五档一加 现在呢 嗯 现在更强了吧 对 很明显 很明显 是吧 对 能接受啊 还能加吗 就你再加一点点 再加一点点是吧 就根据客户的承受能力往上加 不要一下调太高了 现在可以吧 有点不可以了 现在60可以就不能再加了 是吧 那就可以了 他这个承受能力可能就能最多能接受60 热量还可以加吗 热量 发热 可以 热量的话 他可以加的话 你给他带来就高一点 这条到100吧 烫吗 明显 烫不烫 很烫啊 还行 能接受吧 能接受 能接受的 那就微电子的话 最多就60了 他这承受能力可能比较弱 有的人可以承受到80% 100% 它热量的话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到差不多100% 就这个射频 这个这个微电这个模式 承受能力不一样 大概就这样了